私人飛機暴露行蹤 馬雲這幾個月經常去兩個地方 一件事令習近平驚得一身汗 整肅馬雲原來還有原因 誰是阿里巴巴最大不穩定因素 有人說出大實話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擁有私人飛機的 可以說是全球富豪的標誌 也是標配 這樣中國的富豪最喜歡哪款私人飛機呢? 根據胡潤研究院前提供的數據 是彎樓G-550 而現在的話題人物 馬雲就是有這款私人飛機 我們也知道 馬雲從去年年底到現在 幾個月以來一直都很低調 即使國際媒體也在高叫馬雲去了哪裡?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段時間 馬雲到底人在哪裡?又在做什麼? 就在前兩天終於又有消息出來了 這次是英國媒體《金融時報》 在12日的時候爆出來的 這消息也是別墅一格 由馬雲私人飛機的飛行紀錄入手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 這位二年56歲的中國億萬富翁 雖然最近沒什麼聲音 但是還在遠遠未到出局的地步 《金融時報》在報導中 引用了飛行跟蹤公司 Radarbox提供的數據 我們就來看看馬雲的飛機去過哪裡? 大家都知道在去年10月24日的時候 馬雲在上海金融峰會上 高調批評了中國的金融監管問題 然後沒多久螞蟻上市就被叫停了 所以10月24日 也被認為是引發馬雲被整肅的一個重要的時刻 在飛行日之中顯示 在去年10月那次公開演講之前 馬雲幾乎是3天坐一次飛機 而在那次之後繁忙的行程顯得放緩 到了今年1月到2月 馬雲是平均一星期坐一次飛機 而且10月之後的主要目的就是兩個 一個是去海南島 記得之前也有媒體提到 有人曾看到馬雲在海南打Golf 而另一個目的地就是北京 記錄的顯示 在剛剛過了10月 馬雲就去北京逗留4天 在去年11月1日的晚上 他又從杭州去了趟北京 我們知道之前媒體曾報道 中國四大監管部門 也就是北京央行 銀保監會 證監會和國家外匯管理局 在去年11月2日的時候 曾緊急約談過馬雲 這個時間 就與馬雲的飛行紀錄 正好是能對得上 接著就是11月3日的時候 螞蟻上市計劃被緊急叫停 之後呢 馬雲在北京逗留更長的時間 持續逗留了半個月 然後在去年聖誕節期間 還有今年的1月底 馬雲又去過北京 對於這幾次的北京之旅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 馬雲是在配合中共監管部門的調查 去北京是與監管機構 傾螞蟻集團重組計劃 那麼 馬雲私人飛機的記錄 說明了些什麼呢? 如果飛機上坐的確是馬雲 那麼這個消息 就將之前的傳言 馬雲避軟禁、馬雲出逃這些都否定了 至少證實了馬雲 仍然可以繼續用 他的彎流噴射式飛機 只不過現在馬雲學識了低調 那麼當然 坐專機的是不是馬雲還無法證實? 只不過據《金融時報》說的 一名與中共監管機構 密切關係的人抱怨 馬雲可以繞過監管機構 直接向中共高層求情 報道中也提到馬雲的一位朋友 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認為馬雲仍然有能力達到最高層 這些人透露出的資料 似乎也配合著飛行紀錄一齊佐證 坐在馬雲私人專機的 的確是馬雲 而且他去了北京 那麼馬雲 去北京能夠做什麼呢? 自然是去接觸中共高層 看來 這個十月份之後 馬雲是有與中共的監管機構 或是北京高層正時報道 或是做匯報 無論如何 《金融時報》至少是這幾個月來 外界對馬雲行中一頭霧水的猜測 比較能令人信服的一種說法 這樣十月份之前 馬雲的飛機都去了哪裡呢? 在飛行數據 是這樣描繪這位中國億萬富翁的生活 在螞蟻上市叫停之前 馬雲不停穿梭在中國的各國城市 由八月份到十月份 馬雲去過北京、昆明、大里、重慶、長沙 福州、武漢以及海口等城市 除了與當地官員互動、領長、勉港 還吃了燒羊肉串飲了啤酒 不過引人注意的是 在《金融時報》發表了馬雲專機行蹤的前一天 《華爾街日報》亦出了一篇長文 分析了阿里巴巴可能面臨的幾種結果 其中一個是阿里可能將會面臨倉紀錄的罰款 金額將會超過2015年 高通公司收到的近10億美元的儲罰 當時中共監管部門儲罰高通公司 提出的理由也是壟斷市場 另一種可能性是阿里巴巴將會被分拆 將阿里主要的在線零售業務保留 撤離其它業務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提到一句 目前中國領導人正在重塑領導階層 與國內互聯網巨頭之間的關係 不過文章中還提到一些阿里巴巴員工的說法 那些員工認為 馬雲是該公司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難道文章在暗示 阿里重塑與中共高層關係的關鍵 就是將馬雲踢出局 看來阿里巴巴所面對的結果 已經與馬雲的選擇聯繫在一起 無可否認的是馬雲領導的阿里巴巴 是中國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一個 甚至在全球互聯網企業也佔有一席之位 在中國首富的位置上 馬雲一直是長期坐客 即使現在首富也主成馬花騰 但是馬雲有些顯眼的 行事方式一直引人關注 一個出身寶依 初中考了兩次 高中考了三次 大學考了三次的英文老師 在中共這樣的體制下 如果沒有權貴的提攜 無論他多麼聰明能幹 也很難做到這樣的規模 在高官的白手套中 馬雲也算是最出色的一個 至少他的阿里巴巴為中國人 帶來更方便的生活 很多年輕人 被他編織的故事所感動 可能馬雲也是最會組建團隊 培養人才的企業家 與京東相比 馬雲明顯是36位合夥人的智慧 遠高於張強東一人的想法 而且馬雲對內部管理而密 他會在隨直夜炒人 可以揮淚斬馬叔 腰2號創辦人下綱 他還將6位高層管理送監 價財萬貫的馬雲 還經常穿著一身麻布垮 一對膠邊脫線的黑布鞋 如果不是他那個人進階之 有點像ET的樣子 恐怕跟誰擦肩而過 也會忘記就算 馬雲也喜歡金融的武俠小說 央視重拍《笑傲江湖》時 馬雲還自戰演出風清陽角色 但不知道導演 是否考慮外形原因 沒用到他 馬雲就將阿里巴巴辦公區 變成了武俠天地 高層管理會議室叫光明頂 阿里巴巴的社區 也用大俠江湖的名字分區 他還堅持籌辦兩年一次的 IT界的西湖論劍 據說馬雲在阿里 很少干涉集團具體業務主要做文化 在創立初期 馬雲就說 阿里巴巴要做一個102年的企業 要服務20億人 要跨越三個世紀 他定義阿里巴巴本質上是一家數據公司 做淘寶的目的不是為了賣貨 而是獲得所有零售的數據 和製造業的數據 做物流不是為了送包裹 而是將這些數據合在一起 馬雲認為未來的時代 世界上最珍貴、最稀有的資源 不會是石油 一定是數據 這也是阿里巴巴在海外 大受歡迎的原因 馬雲也算是懂得政治的企業家 他知道如何去與官府談戀愛 也知道中國企業家沒有好下場 因此急流勇退 這樣 這麼聰明的 似乎通吃了中共權利場的馬雲 是否能夠軟著陸呢? 我們先看看馬雲 究竟是在哪幾個地方 令習近平感到坐立不安? 又在哪些方面成為決定 阿里巴巴 命運的關鍵? 我們曾提到 馬雲是與江家的關係比較好 而並非是目前習近平主政的中共當局 由傳出的消息看 在2014年的時候 江澤民的孫江智成 幫助馬雲由雅虎手上 回購了阿里巴巴的股權 而且江智成也通過 博育資本投資螞蟻集團 所以江智成與馬雲交情破心 在這次中共兩會之前 《華爾街日報》曾經爆出消息說 江智成的博育資本 離開了香港去了新加坡 在習近平正在收緊對香港 和金融系統的控制的時候 江家迅速轉移資本 由香港撤離 這樣 從這一點上看 與江家交情頗深的馬雲 情況可能也會不妙 而此外 《華爾街日報》還提到 阿里巴巴做了一件令習近平嚇得出一身冷汗的事 去年5月的時候 有人向中共網信辦寫了一份報告 其中一句說話指 阿里巴巴利用資本操縱輿論 那說的是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對去年 阿里旗下的天貓總裁掌犯事件的事 還有沒有印象呢? 去年4月的時候 微博相突然出現了關於這個掌犯出軌的消息 結果不足一小時 這個消息和相關的大量貼紙就被刪除了 但是這種大規模網絡刪貼事件 在中國 誰有資格做呢? 不是微博 而是中共網信辦 就是中國的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但是 在沒有網信辦的指令下 微博自己做了 那恐怕是 習近平沒有想過的 在中共的集權下 居然有企業 能夠擁有和中共爪牙部門一樣的權力 我們這裡要提一下這個微博和阿里巴巴的關係 阿里巴巴是微博的第二大股東 掌握著新浪微博的30%股份 《華爾街日報》說 有消息人士透露 正是阿里巴巴受益微博進行刪貼行動的 那或者成為阿里巴巴利用資本操縱輿論的一個證據 除了剛才提到的這兩件事之外 阿里系的大數據庫也是中共 資在必得的資源 對中共來說凡是黨國民眾一切資料 都要被中共絕對管控 當然不能夠中間插進去一間企業來管理 除非這間企業也是完全被中共管控的 昨天大陸媒體報導 習近平當日主持了中共財經委員會的第九次會議 會上提出了要加強數據產權制度建設 強化平台企業數據安全責任等等 而且強調要充實反映壟斷監管力量 增強監管權威性 金融活動要全部立入金融監管 習近平說的這些書說 想必中國的金融科技巨頭 各個聽到都是膽振的 尤其最後提到的 金融活動要全部立入金融監管 也就是說 中共要絕對嚴管一切 所以中共的這些科技巨頭 和中共高層重數關係的步伐 肯定還會加快加重 在未來還會發生很多故事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節目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